香港回歸20年的研討會 中聯辦的教育,法律部長黃振文就連續兩天都發表 有一些關於一國兩制如何實施的講話 昨天和今天也有說 昨天說香港不能無視一國的存在 要誠心誠意地接受1997之後 香港已經永久回歸祖國的現實 中央好心好意讓香港維持兩制高度自治 如果這個安排令到國家感到麻煩 成為一國的阻力障礙 或者甚至威脅國家的存在 當國家自身的存在都有問題 任何國家都不會繼續有兩制的安排 亦都用大腦和手腳去做比喻 現在國家依法香港實施主權不叫干預 就好像我們不能說你的大腦干預你的手 他本來就是你的一部分 那就不叫干預 這叫行駛自己應有的功能 這個一國解決不了 那就不要談兩制 也就是這個相比之下呢 這個一國呢 它是前提是基礎 這個兩制如果滿足不了 要維持一國的基本要求 走行變樣太厲害 甚至呢 拿兩制來對抗一國 破壞一國 兩制如果成為 維持一國的障礙和阻力 甚至以兩制為藉口 鬧獨立 讓國家呢 讓國家呢 感覺到不再安全 國家自身的存在 都成為問題的話 在任何一個國家呢 都無法繼續兩制的安排 那麼既然一國兩制 前無古人 那這就是一場偉大的實驗 既然是實驗 那就有可能成功 有可能失敗 但一旦失敗 國家的損失是面子 香港的損失是理子 是全部 因此對於香港 這個一國兩制是 只能执許成功 不能失敗 國家依法行使主權 做依法應該做的事情 不是干預 就像我們不能說 你的大腦干預你的手腳 它本來就是你的一部分 這不叫做干預 香港越能夠自覺地 捍衛國家的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國家就越放心 讓香港高度自治 這個空間就越大 反之 如果香港越不能 主動的 依法捍衛國家的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國家對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兩制 就越有戒心和疑慮 那麼自治的空間呢 那就會越小 今天就講到有關於 會不會將香港變成內地化呢 那麼他就很強調就說不會 因為香港就是香港 在一國兩制底下 如果香港內地化的話 就會失去香港的作用 那麼失去香港的作用 那麼香港還要來做什麼呢 所以他就覺得香港 不會內地化的 叫大家放心 有時這些黨官講的內容 有時會細心仔細分析 你會發覺到 他會一時講一樣 邏輯不是很通 譬如這樣說 干預就是大腦和手腳的關係 香港也不會內地化 那我就想問 如果干預是大腦和手腳的關係的話 那我就想問什麼叫干預呢 那如果你說選特首 就是要中央要任命的 所以就要他熟意那些連候選人 都要清楚是他同意的選到誰都可以的 那我就要問 如果在林鄭和胡蘇貞 這兩個建制出身 做了幾十年公務員中間 那為什麼要千方百計出盡雄方之力 要捧林鄭 而去踩胡蘇貞 甚至把胡蘇貞幾乎打成反革命 那這種的你說不是干預 你當是這個大腦指揮手腳 我當是對 但是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國兩制是不是真的 真的好像王振民先生你所說的 是不走樣不變形呢 如果這個選舉是一個真的選舉的話 這個已經是一個 經提名經篩選之後的選舉 由一千二百人選出來的 都要具體干預到這樣的程度 那我想問這個不是不變形不走樣 簡直是完全變形走樣 跟大陸的選舉沒有什麼大的分別 所以我就問王振民你這種這樣的講法 就是你前後矛盾的講法 怎麼能夠讓你香港人信服呢 再來 例如立法會選舉 建制派裏面 出什麼人哪個區 哪些人會排先哪些人排後 有些人呢 你會讀定 給他很多票 讓他當選的 有些人呢 對不起 你要被犧牲的 都是這個中聯辦 通過中聯辦去做一些操盤或者干預 是嗎 立法會選舉 區議會選舉 都是這樣 不單止 立法會主席的選舉也是這樣 甚至在立法會裡面 哪些議案不夠票 你中聯辦都會出手 叫建制派齊齊齊排隊 是嗎 這些不是干預 是什麼呢 那我就想搞清楚 黃卓民這個講法 這樣做法 一國兩制是否走樣兼變形呢 再來 現在今天 一路將這個 什麼港獨的問題 推到很高 又說這個威脅到 一國的存在 威脅到這個國家主權的存在 有人會提出這個港獨 令到國家感到心寒 我們生活在香港這麼長的時間 我看了這個時事這麼長的時間 做了評論這麼長的時間 沒錯 一段時間 這個港獨的氣炎 就真的很囂張 所謂本土主義 真的很重要 但我認為 好像一個人生了麻疹 發燒 燒一個麻疹一退 什麼事都沒有 今天就退燒的時候 你看一下 有哪個本土派 真真正正的本土派 入到立法會 不是一個叫做 鄭松泰的人 是不是 其他全部都輸了 他在立法會 有多少的能量 我想問 這個都說自己不是港獨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整個所謂本土 激進的本土派 或者港獨派 在立法會選舉裡面 一敗塗地 可見香港市民對他們的支持 是極小的 為什麼 仍然是藉著這個 所謂本土港獨 這個這樣的 苗頭去無限放大 說到 會威脅一國 會令香港 會離開中國的主權 不斷強調 這個回歸 是永久的回歸 到2047都不會脫離 為什麼要說到這樣 你身為香港的人 是完全沒有任何感覺 就說香港現在是 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 會離開這個母體 從來都沒有人這樣想 絕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會這樣想 我們為什麼要對這些 一小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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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小的人 要大動乾鍋 我經常都說 為什麼要用坦克 用高射派去打一隻蚊呢 這幫人是蚊 蚊 即使換了梁振英 換人 強硬路線仍然繼續 如果他們不會 不將這個港獨的問題 所謂激進的本土問題 推到天這麼高的話 推到成為一國 中國人民國主權 構成威脅的話 這些強硬路線是不能夠繼續下去 這些強硬的人 就不能夠繼續存在 就不能夠繼續掌握他的權力 所以我就覺得是政治需要來的 不是實際上發生這樣的事 你說到幾天花狼鳳都好 這些具體的威脅根本就不存在 不過 如果你繼續說下去 強硬路線就會存在 在這樣的情況下 無論你在香港推陳什麼民主化 伸出什麼橄欖枝 希望什麼泛民某些人可以入閣等等 全部我認為都是鏡花歲月 是做不到的 是吧 彌補社會撕裂呢 不只是將反對派 將這些本土派 連講都不准講 一脫 就打死他 一個人就打死他 就解決到這個問題 是雙方的 是吧 所以這個和風如果希望可以繼續吹下去 這些強硬的 這些言論 就不應該繼續說 那我就覺得 今天黃振民講 這個 梁振英講的話 我就覺得 他們是想繼續 強硬路線 一點都不放鬆 這個就是令人最憂慮的地方 谢谢大家